這個曲禮就是收集很多細索的生活的禮節 所以各位有時候會覺得上篇跟下篇不是同一回事 這是因為要生活中有很多細索的事要講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繼續看本文 事作於先生 先生問焉 終則對 如果陪伴在先生的旁邊 先生指的就是授業的老師 在老師的旁邊 那老師有問題要問你 終則對 終就是說老師 師父說話 說完畢了 等先生把話說完畢 他問什麼問題你仔細聽 他說完畢了 語意告一個段落了 然後我們才來回答 對就是回答 這意思就是不要急躁 不要先生只說一半 你就錯亂他的語言 終途插話 這是不禮貌的 請業則起 請業 學業的業 那麼如果是學技術的那麼業呢 就是事業的業 技術的意思 那麼要請問學業 不管學哪一方面 跟著老師 反正都是學業 請業則起 要問這個學業當如何 那麼就先起業 請業則起 業呢 就是更多啦 就是先生已經解釋了 但是你覺得呢 還不能解除你的疑惑 所以再另外請業 還有沒有可以補充的 那麼請問也好 請業也好 都要起業 站起來問 那麼先生呢 在回答的時候呢 再坐下來 這個就是講 尊師眾道啦 要在一些請義的時候啊 前面當然我們跟師父坐在一起是坐著 但是現在要請義 他的事情是另外開了一個端 不禮就是這樣 事情有一個新的開端 就有一個禮啊 所以請業呢 則起 請義則起 父招無諾 先生招無諾 為而起 那麼前面我們談過為跟諾的差異啊 為就是反應呢 比較快 比較恭敬 那麼這個一答應的時候呢 聲馬上就動了 比如說 這個父母說 誰誰幫我倒個垃圾吧 你說好 馬上去 你就趕快站起來 就趕快動了 這個情況呢 就叫做為 那如果說 好嗎 好嗎 待會嘛 那個就叫做諾 所以諾呢 也不是不答應 但是呢 沒那麼敏捷 沒那麼快速 所以什麼時候用為 什麼時候用諾呢 生活中都會碰到 對不對 要分得開啦 那麼前面呢 就講說必勝為諾 就是有時候為 有時候諾 但是對於父母的這個召喚 或者是對於先生的召喚 然後 馬上起身就要去辦 不能夠等的 所以叫做父招無諾 先生招無諾 答應是馬上起來 就趕快去辦 所以現在的小孩就沒有讀禮記啊 就不懂這些道理啊 但是有父母叫他倒個小垃圾 拖拖拉拉 叫他去刷牙洗臉也拖拖拉拉 就是不知道趕快圍而起 試坐於所尊敬 勿於喜 那麼 這個所尊敬啊 就像老師一樣啊 就是所尊敬的啦 長者啦 在一個 我們所尊敬的長者旁邊呢 那麼 這個長者旁邊也許有很多喜 那你試坐在他的旁邊呢 要坐在他的最近處 就是如果還沒有別人啊 那你要坐在他 就近可以請益的地方 或就近可以扶持啊 因為長者也許是先生 這個年紀很大啦 隨時可以扶持他 或就近向他請益 是一種親近的感覺啊 啊 或者是他小小聲講話 你就聽得到 而不是他要喊很大聲 或者是覺得很疏遠 那個感覺 那另外呢 就是先生的旁邊 從學的人也許多啊 後來的人就可以依序啊 往後坐 前面的人 如果你前面有空位 那變成要拉席而進啊 對不對 你要越過去才能夠到前面去啊 這就造成後人的不便 所以視作於所尊敬 勿於喜 既然是所尊敬 所親近的 那麼就應當要越接近請益 受教 所以不是一種隔閡的感覺啦 那現在的這個學生有時候 比如說去聽老師講課 或聽一個名教授演講 那他進去山山來時 山山娘娘就隨便坐 這邊坐 那邊坐 然後他前面往往呢 有時候你會看到前面的一兩排沒人坐嘛 像這個情況 就是在古理來說是不合理啊 你既是要去受教呢 就要越親近 那你坐到後面呢 然後後面再來的人怎麼辦呢 就要翻過人牆 才能夠到前面去啊 對不對 就是比較疏遠 不尊敬的表現 見同等不起 說視作於所尊敬的人 有同輩的人來啊 你不必起來 但如果還是一樣有尊長來 那麼呢 還是起來表示敬意 那同輩在平常啊 就是沒有尊者在的時候啊 有同輩來還是起啊 表示敬意 但是今天有尊者在 大家一同要尊敬尊者 而不是誰在尊敬誰的問題 這個就是在團體裡面啊 一定要立一個最尊敬的一個對象啊 即使你同一有三五成群也是一樣 立一個尊敬的對象 那其他的同輩到的時候呢 就不再另外起來表示他的失敬 著自起 時自起 上課起 著自起 就是白天 然後呢 也許求學問啊 在老師那邊授業或者是聊天 喔 那麼 傍晚的時候呢 就有人端著這個蠟燭來啦 古代是蠟燭 現在沒有啦 現在電燈一切就沒了嘛 對不對 就有人端蠟燭來 就要起立 表示呢 我們對他的感謝 還是對天地的敬重 為什麼 因為 著到的時候就是黑夜跟白昼的劃分點 那古代的禮就是這樣 每一個事情有新的開端 就會起立 表示一個敬重啦 所以 著到的時候呢 起立 不是對著表示敬 也可以這麼講 就是對這個光芒表示敬意 其實是對昼夜的劃分表示敬意 對端著來的人表示敬意 反正都是一個敬 必定會起身 有一個功身 十至起 這個十就是吃飯的時間嘛 那麼 古人吃飯喔 每飯祭 不是說還要點上香啦 對天地 神明已經沒有這麼盛大 但是每吃飯的時候 都舉案 起梅啦 把主食端起來 我們吃飯的時候可能菜很多 對不對 端起來呢 是端主食 那主食就是飯啦 端起來起梅 然後呢 向上昌感恩啦 或向祖先感恩啦 所以 時間到的時候呢 都有起立為敬 上課起 就是上兵啦 尊課的意思 有這個 尊者到 那麼 就要起立呢 表示敬重 著不見拔 這個蠟燭啊 就是燒燒燒燒 然後燒到一個程度啊 不要燒到底了啦 那為什麼 這個拔就是那個著的底部 就是一根蠟燭我們用手啊 握的那個底部那個地方啊 就是拔 一般文章寫到後面 如果還有一段話要寫 那段話都會叫做拔 有沒有 就是在最後啦 那這個蠟燭的那個根本 樹的根本也可以叫做拔啦 蠟燭的那個根也可以叫做拔 這是我們一般手去握那個地方 蠟燭有差不多將近一尺長啊 然後握在下面那個 就是著不見拔 他一直燒一直燒 然後不要燒到那個 我們手可以握的那個地方啊 那就應該要停止 停止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 我們去拜訪人 然後主人呢 來見客 那一根蠟燭要燒到拔 是很長的時間啊 各位對不對 那我們去拜訪一個君子 不能太攏談啊 你不能把主人操得非常疲憊 才讓他去睡覺 對不對 所以說 你看這個蠟燭已經燒燒燒 已經快燒到拔了 你就知道說啊 你應該要吃別 要回家了 所以不能夠讓蠟燭燒到那個本 都燒了 就像我們拜拜一樣 你拜拜 你拿起香 祭天地 祭鬼神 對不對 那個香啊 也是不讓他燒到那個拔啦 見拔啦 有沒有 也不行的 也是差不多燒到三分之一 還有三分之一 那麼我們就要辭退了 祭祀就要告終了 要這個意思 事情總有一個節度啦 而不是無止無盡的叫做好 尊客之前不刺狗 刺就是大聲的罵 在尊客道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卻在尊客邊請罵狗 大聲的罵 這個尊客會覺得說 是不是在暗中罵我 是不是叫我要早一點走的意思啊 所以在尊客院前不能罵狗 但是如果尊客到狗 對著尊客一直廢啊 那是可以罵狗的 只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沒事罵罵狗有沒有 那這個就 氣氛很不對啦 浪食不拓 這個浪食就是 宴客的時候啊 主人就會推浪啊 請吃什麼 請吃什麼 這就是勸食 也是浪食啦 就是讓客人先吃 那我們為客的人也不敢說他一勸食 我們立即就狼吞虎厭啊 我們也會推浪啊 那推浪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啊 推浪一下主人又會勸 趕快吃 就不能不再推浪了 在一個宴席總是常常會碰到這個場面嘛 主人一定會勸食 怕客人客氣啊 沒吃飽 那麼推浪一下我們也會讓主人吃嘛 主人再浪給我們趕快就吃了 好 那在這個食物的過程 宴客的過程裡面 這個主人勸我們吃東西 他說我們吃了之後 然後呢 覺得有異樣或者是覺得不好吃 啪啪往旁邊一吐 有沒有 這樣就不行了 他說為什麼不行呢 這個好像是對主人的不敬啦 而且不雅啦 就是說主人勸你吃東西 結果你吃一吃 也許你咬到一滴小小的沙 要知你的人吞就吞了 不可以啪一下把它吐出來 這是不合理的